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展现出灵明天赋 有美好的自主 无忧的至最初 走向光明大陆 好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到 字中和这一季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字中和的信中信要告诉我们什么 那因为前面我们讲 宗是天下的大本 其实宗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佛心本性 如果宗是我们的良心佛心 就应该要把它发挥出来 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呢 这叫做和 那至于如何要发挥出来呢 如何能够用出来呢 这个叫做字中和 所以这个字中和的功夫啊 如果要修炼的话 首先要做好圣徒 那这个圣徒就是要在 借圣恐惧引违出来下功夫 来调和我们的性情 稳定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的性情 情绪少起伏 这个起伏就偏离了中 就偏离了和 所以其次呢 要用自成中庸之道来广布太和 这个广布太和就是从 修身起家治国平坦相 家和万事兴到世界大同 这整个广布太和 言行极止结合礼节度 此能达于至中和 那一方面要符合中庸 二方面要符合礼节 节度 这样才有办法达于中庸 还要配合圣徒 还要配合借圣恐惧的引违功夫 这个叫做至中和的功夫 如此 生命可以展现出灵明天赋 有美好的真主人做主 守住无忧的初衷 走向光明道路 好 我们现在就一继续来了解一下 精子当圣徒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 讲了很多如何做圣徒 那所以这个地方又提到圣徒 它是在告诉我们说 因为讲中约者天下是大本 和约者天下是达到 我们就有提到中呢 就是我们的宇宙的本体 在我们人来讲 就是我们的佛心本性 就是我们良知良能的良心 那既然中这么重要 也就是天命智慧性 那个最美好的本质 那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佛心 这个良心 这个天命智慧性 把它用出来 用出来 很多人呢 其实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不晓得用 就好像身上有宝 不知道怎么用 很可惜啊 那要用出来呢 首先要修这个和 是为什么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各人 要先协会修太和 这是一手玄关 就进入一个 清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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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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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而来 所以要先修这个和 修这个和就是为了要用这个 我们的佛心 我们的良心本性 但是呢 要怎么用出来 不是只有在那边守 守着玄关 这样还不够 要用出来 这边讲的就是 至中和 至中和就是教我们把 这么美好的本质 佛心良心给用出来 但是 至中和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很多重要的修炼 要先做好 首先就是 要先做好圣读 那圣读是什么 圣读就是在 戒圣乎其所不读 恐惧乎其所不闻 那个地方下功夫 也就是当我们起心动念 就是情绪发动的时候 应该就要用圣读的功夫 那种戒圣恐惧 戒圣夫其所不读 恐惧乎其所不闻 那个隐为之处 起心动念 那个隐为之处 要看看 有没有偏离太和 我有没有 花了脾气了 有没有起心动念 一个很不好的念头了 甚至有邪恶的念头了 好 这些 都是在隐为处 什么叫隐为处 就是 只有自己知道 你起一个心念 只有自己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自己知道 这个叫做 要戒圣恐惧 因为 当你起这个念头 你没有管理好 它一发出来 如果偏离的 综合 那就很可怕 有可能做一些 很不合一 道德的事情 都有可能起 是来自于一个 不正当的念头 所以 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发动 都要是调和情绪 不要让它 左右我们的情绪 有些人呢 就很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 代表我们的情绪 很容易被 发出的念头所左右 他就 那个 一个人很容易 发脾气的意思 就是说 当他发一个念头 那个念头就像一个 导火线 火柴棒一样一点 然后 整个那个 情绪就爆发出来 一爆发出来呢 这个叫做 情绪不 那个 起伏波动太大 情绪不稳定 所以这边讲说 要稳定情绪 朝起 这个叫心平气和 也叫做太阁 所以 师父引进门 我们 我们说 求道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为什么 一开始要修这个太阁 这么重要 因为修太阁 就等于让我们的 起心动念 让我们的情绪 得到平和 一个人一定要先 和和气气 不然我们要度人 要办到 要做什么都很难 这是第一个 再来 用自成中庸之道 来广布 但是 这个修这个太阁 要自中和 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 在那边 关照你的起心动念 然后看看有没有 心平气和 那个不准 在家里只有一个人 当然心平气和 所以我们还要走出来 还要跟人接触 这是伴养法门 最大的特色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 自成中庸之道 自成 我们有讲过 自成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 你在任何情况下 即使是一个 很不好的情况下 我都不会改变 我那一份真诚 自成的中庸之道 然后呢 把这个太阁 从自身做起 修身 用和和气气 这个太阁来修自己 守贤归零进入太阁 然后不要乱发脾气 改毛病 弃脾气 修身 齐家 齐家就让家和万事兴 如果我们 尤其一家之主 不乱发脾气 这个家就很平和 就很和乐 这个是齐家 最基本的 再过来我们 推而广之 人与人之间 和气生财 社会 祥和 国家和平 所以修身 齐家 治国 然后在推而广之 前天下的人 都能够 在一个很和 太和的状态 很和平的状态 这叫做平天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 儒家要用这个名词 叫做平天下 平天下 不是 塑造一个 很厉害的王 然后把天下 都归他 所统治 叫做平天下 不是 平天下 就是让每个人 都能够 晓得 修身 修这个太和 然后呢 前天下的人 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那个叫做人间净土 没有冲突 那没有 耳以我诈 你争我夺 那种都会偏离太和的 那大家都晓得要守中 要守太和 要有那个至成中 庸之道 那这个 这个就天下太平了 也就是人间净土 所以 言行极止 每个人言行极止 也都能够 合一礼节 这样就达到了中和 所以 儒家讲的这个道理 在今天 白杨时期 是非常适合实践 因为 我们都得寿 民事一支点 只是 接下来 我们要真的把它用出来 从自己身上 修太和 开始 来达以至中和 怎么做 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开始 所以 言行极止 接合度 就是我们讲的话 做的事 要有理 做一行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 挥离物事 挥离物听 挥离物言 挥离物动 先用理来归换 我们的 言行极止 也是规范我们的情绪 规范我们的起心动念 这样有了节度 很重要 这个节度呢 才能达于中 所以为什么说 离以合为贵 中 才能够合 达于中和 再来 生命展现出 灵明天赋 有美好的自主 所以 一个人如果能够 自中和 所以后面最后 这几句 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 真的如 圣信中所说的 这样来做 从我们自己本身 修炼太和开始 到家和 到人和 到祥和社会 到和平国家 到世界大宗 这一连串的实践 就是一种 生命美好的展现 生命就能够展现出 那个最美好的 叫做 灵灵明明的天赋 也就是那个 忠 也就是那个 良心 佛心 本性 有一个美好的 自主 所以 这种美好的 自主 就是说 那个美好的 真主人 会出来做 主 不是 原而彼得生意的 六贼在做 主 所以这样就能够 展现出 灵明的天赋 上天 老母给我们的 那个 炎太佛性 也就是天命之位性 也就是 众生皆有 佛性的佛性 也就是 儒家讲的 人都有良知良能的 那个良心 这个 美好的本质 一旦发挥出来 叫做 美好的 真主人 做主 美好 真主人 做主 好 最后呢 无忧的最初 走向 光明道路 最初 当然就是我们的 初发心 叫做 初中 一个人 出发心 为什么可贵 因为出发心的时候 只有真诚 没有别的 所以那个 那个状态下 是无忧的 甚至呢 不会有什么样的 烦恼 妄想 所以他 他无忧 因为一个人 真诚的时候 那是百分之百的 正能量 那就所有的 负面的东西 都不会进来 一个人非常非常真诚 你怎么讲他 你怎么考验他 他都不会改变 但是 人的诚心 有时候就是 慢慢慢慢 会消退 那个就 不叫自诚 自诚就是 都不会改变 一个人的真诚 一旦慢慢慢慢消退了 他就开始 有了很多的忧烦 烦恼 甚至呢 对道的信心 也会衰退 所以 那个出发心 那一份真诚 最可贵 最要守住他 那 因为整部中庸 他除了讲中 就是讲成 就是说 我们那个 在实践太和的过程当中 从个人到家庭 到社会 到世界大宠 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考验锻炼 那个考验锻炼呢 告诉我们要 守住无忧的初衷 就是那一份发心 那一份最可贵的真诚 顾能无忧 可以走向光明的道路 就好比说 有人 学了中庸之后 觉得这个 自终和太好了 我要 从今天开始 修炼太和 我都不花提气了 好 当这个心 一发出来 如果很真诚 他就真的会有力量 他就 会让自己 开始 不会受到 外在的 任何一记 不好听的话 任何一个 无理的行为 所影响而改变 而乱发脾气 不会 他就开始呢 有一种 太和的正能量 就算 你对我在无理 就算 你讲得在难听的话 批评的话 我都不会动 动心 因为我有那一份 太和的真诚 所以 这边讲的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那个初衷很可贵 我们一定要 从头到尾 把它保持好 这样就可以走向 光明的道路 好 我们再把 今天的这个 整个读一遍 中是五人的良心 佛心 将此良心 佛心用出来 为之和 治疑要如何用出来 就是治中和的功夫 修炼治中和 首先要做好圣读 当于戒胜恐惧 以远处下功夫 以远处下功夫 调和性情 稳定情细少起伏 其次要用自成中庸之道来 广布太和 言行极止 皆合理 节度 始能达 一致中和 如此生命展现出 灵明天赋 有美好的 真主人做主 守住 无忧的初衷 走向光明道路 最后我们再把经文读一遍 治中和 金子当圣读 戒胜恐惧无悔处 调和性情少起伏 用自成中庸之道来广布 言行极止 皆合度 生命展现出 灵明天赋 有美好的自主 无忧的最初 走向光明道路 好的 我们最后 大家请几例来做 为相继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道施崇恩 下祭三足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福迪心 尽此一道生 同生一乐净土 谢谢各位前行 谢谢献上的家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冒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冒险